What! 我了 UTA TV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UTA TV 那麼今天UTA TV有點厲害 因為今天UTA要做一個 大家有一部分 特別是女生朋友都非常知道的專題 就是 看過上集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UTA去的藥妝 少了超多貨的 因為UTA要回國 回國的時候 很多親戚朋友就說 UTA要把他們買 買藥妝 就用非常快的速度去告訴大家 我這邊發現要哪些一定要買就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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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藥妝 OK 首先我來這裡介紹一個UTA在法國遇到藥妝界裡面最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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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品牌 就是FILOKA 我覺得是法國藥妝界有點像戰鬥機吧 就它的價位會比較高 而且它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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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用 介紹幾款UTA平常有用的FILOKA產品 其實我不是全部都用FILOKA 而且有一部分我會用它 將將 FILOKA的卸妝水 然後這個卸妝水我已經用的是第三瓶了 今天是特意去補貨的 是非常非常溫和 就是說即使卸妝水會卸到眼睛的話 我眼睛都不會痛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經常都會卸到眼睛 後面有一段時間我就用這個貝瑪德的卸妝水 雖然我用完了 但是這個我覺得沒有這個好用 因為這個我覺得雖然很溫和 但是它的卸妝力不強 但是兩個同樣都不太能夠卸眼睛 今天我就去買了一瓶這個 就是專門用來卸眼睛的 也是FILOKA的 然後這個價格好像跟這個其實沒差多少 但是這個要更便宜一點 我還沒有用過 因為之前去的話好像沒有看到它有賣的 所以這個的話如果覺得好用的話 之後我再PO出來吧 OK Next 第二個就是FILOKA的眼霜 我覺得它是超棒棒的 這個是FILOKA今天買的 FILOKA今天買的 所以我還沒有看 另外一個是給我買的 OK 這個眼霜就超級好用的 因為我是經常熬夜的人 因為我之前是用FILOKA的那個 TANFILLET眼霜 就是利寧眼霜 那個可能會針對年紀比較大一點的人 但是那個會比較膩一點 然後這個呢夏天用具比較合適 比較屬於清爽型的眼霜 然後效果非常好 我用它的時候我經常減天啊 晚上很晚睡覺 就也不會發現有那個黑眼圈或眼袋的情況 但是現在呢我已經 因為一個月我都沒有去補藥妝 就是停用了一個月 我就發現我的眼袋跟黑眼圈又出來了 所以這個真的要及時補過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Next 然後另外呢 FILOKA還有一個東西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就是一個 我可以說是一個明星產品 將將 FILOKA的洗面奶 因為可以說的是 我從來沒有用過這麼好用的洗面奶 這個洗面奶是有補水功效的 雖然現在已經連續用了可能第五瓶了吧 現在已經用習慣了 可能覺得欸其實也還是這樣子 但是我第一次用 用的這個洗面奶的時候 我第二 就是一洗完出來馬上就感覺 臉上很補水耶 就是馬上有看到效果 就清潔力的話 如果你是喜歡那種 像日本的那種洗面奶 就洗完整個臉是乾的 那這個絕對不合適你 這個就是一種比較溫和一點的洗面奶 但是我覺得洗完之後真的很舒服 就有感覺洗完皮膚變好了 OK Next 再來要給大家介紹一個是 我在網上看到是 炒得非常非常紅 非常非常熱的 但是我是從來沒有用過的一個 乾髮噴霧 然後這個要試一下好不好用 因為我從來沒有用過這個 現在來試一下 它是怎麼用 噴到頭髮上 夏天很熱嘛 特別是法國沒有空調 然後有些女生頭髮很長 你不可能每天洗頭 或者是你沒有辦法洗頭的情況下 你就噴一點這個乾髮噴霧 頭髮呢就會變得從很油 變得很清爽 剛剛試了一下 確實也沒有油膩的感覺 是還蠻清爽的 我覺得夏天非常非常合適 好東西 推薦 OK Next 登登 之前在5月好物裡面說到的 介紹的時候已經介紹 Medevita的花水 他家的其他產品呢 我發現其實不太好用 但他的這個花水呢 真的很好用 對比亞昂的大噴來說 UTA覺得這個要更好用 這是我瑪比他超愛用的大噴 所以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給他帶 法國這邊賣這個大噴的很便宜 才5.99歐 UTA還是借你買這個花水 我覺得玫瑰味是最舒緩的 但是有很多朋友有反應說 橙花跟薰葉草也不錯 然後大家也可以試一下 這個真的非常補水 噴上去非常舒緩 而且我覺得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噴手腳 要噴脖子什麼 全身都可以噴 就全身 大補水 哈哈哈哈 來 將將 Mark Vs 的牙膏 這個牙膏呢 可以說是牙膏中的愛馬仕 就因為它價格比較貴 這個一瓶牙膏都要賣到 70塊到100塊人民幣 但是這個牙膏真的 很好用 但是這只是UTA個人的建議 因為我有客人反應說 它是好用 但是它不只這個價格 這個呢是常規的味道 家裡是必備良品 我肯定要備這三個味道 茉莉花味 海洋味 還有一個是 美白牙齒的 這個是賣的最好 就是買的人是最多的 這個海洋我覺得比較適合男生用 因為它薄荷味很強 而且它真的是 一種很另類的薄荷 就是很flash 然後茉莉花味的話呢 女生用會比較好 然後我覺得這個牙膏呢 是會讓你愛上刷牙 每天刷完之後很開心 就 我已經用了有一年多的時間用這個牙膏 剛開始刷牙的時候呢 每天都會很開心 說啊好開心 終於可以刷牙 因為它這個味道很舒服 而且它的薄荷味可以持續很久 然後今天我去藥妝店買的是什麼呢 大家有看到 今天買的是 最近才出的限量版味道 將將 我一共搞了三個 EDITION NIMITED 就是限量版味道 然後有這個是玫瑰的味道 還有 然後這是 這是什麼 OK 那我先Google一下 這個是 菠蘿跟芒果 下去超棒有沒有 菠蘿跟芒果 這一根呢是 小豆蔻 OK 現在我們猜來聞一下是什麼味道 就是一盒裡面就是一支這樣的牙膏 然後我打覺得它包裝真的做得超漂亮的 有些印花 然後還有蓋子 這個好像跟普通的薄荷沒什麼差 菠蘿芒果 哇 好帥 嗯 這個味道好棒 這個有種甜甜的味道 好香啊 金色的 M 摔爆了 嗯 有淡淡的玫瑰味道 然後上面還印 是巴黎鐵塔嗎 應該是巴黎鐵塔吧 這個我買了三盒 因為這個是我媽咪清典要用的 它是限量版 可能過了這個 季節就沒有的賣了 OK OK Next 這個限量版它是沒有特價 所以如果掛來旅遊的朋友呢 有機會的話 買多一點 但說實話這個價格就會比較高 人民幣可能 70到100不等 這個 會貴一點 我覺得買一支試一下也無妨 真的 香味很特別 好用 這個還有一個專門出了一個黑色的牙膏 就是 難試用 就是吸菸的人 對他們的菸牙 還有他們的喉嚨會比較好哦 OK 那麼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一點點喜歡 UTA UTA TV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UTA 按讚 然後 大家記得要訂閱UTA TV哦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吧 Bye Bye On the portion video See you next time 下期 接下來這個是一個 減肥產品 兩年前 UTA在Youtube上面 Upload了一個影片 然後大家都知道 當時是這樣子的 其實現在也是胖啦 當時比現在更胖 應該胖很多 然後其實UTA在這一年中呢 就有用法國的減肥產品 因為UTA吃過很多東西 吃過什麼 什麼鬼叫做什麼的 都有吃過